我遇到这么大的风 穿抖的SAR 可以开始了吗 哈喽 过来吧 看镜头 哈喽大家好 我是SAR 又来见面了 你知道吗 我刚来的时候 我把外套脱了 然后放在手上 结果我放五分钟之后呢 有两个老外朝我走来 叮我看了半天 然后对我说 Oh that's such a huge raccoon 然后我就疯了 你知道吗 对了 这15点 待会儿给大家 小意外 我继续刚才那个 raccoon事件 就是 那两个老外呢 以为我抱着的是一个 raccoon 瞧着是不是很像个 raccoon 然后 我就无语了 你知道吗 它其实只是我外套的帽子 好 这挺像玩空的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名的喜点 就是 不是玩空 它其实就是一个toast 就是T-O-A-S-T 就是中文里面的吐司 那么这个吐司它是有来历的 它是源自于一个法国 法国国王女儿的名字 这个法王的女儿的名字叫toast 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当时呢 在法国15世纪嘛 然后就有一个炼金术士 一个就是Alchemist 当时比较流行的炼金术 然后呢 这个炼金术士 也就是Alchemist 它就在研究一项机器 就是可以将一块这样子的方形的正方形的面包 烤成黄金 这样一种机器 但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花很多时间 然后这个法王听见之后呢 得知这样子的人之后呢 很感兴趣 就希望它能在三天之内就把它造出来 大家知道 这三天怎么可能造得出来 对不对 三天年都造不出来啊 所以呢 这个法王呢 就勒令它一定要造出来 不然的话呢 就要削它的脑袋了 当然啦 法王因为书法抗拒的 所以这个Alchemist呢 就硬着头皮 硬是把这样一块 软的这样子的方块面包呢 烤成了硬的 也就是那种的松脆的那种 像这个样子 看看 听到声音没有 是那种硬的 然后呢 就这样奉献给它的法王 结果这个法王呢 一吃觉得特别美味 然后就瞬间爱上它了 然后不再没有隔它的脑袋 反正都还给它很多奖赏 因此呢 就以它最爱的女人名字 Toast命名这位美食 命名这个食物 所以说Toast就是因此而得名 那么Toast嘛 其实你可以 比方其他的一些creamy喜吃 比如说这里有 它给你的这个是 叫花生酱对不对 Spirus creamy 花生酱 然后还有一个是strawberry 也就是草莓酱 然后呢可以蘸着一起吃 但我比较想说是蘸草莓酱吧 因为花生酱比较 比较感像是花生的感觉 哇它给你撕片 行 那就蘸上吧 小草莓酱哦 她说这是我的早餐了 对是brunch brunch brunch大家应该叫什么意思吧 就是早中餐合在一起的 那个比较少时间的那一餐 叫做brunch 说到这个草莓酱呢 我突然想了一个笑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从前呢 有一只牛群 然后呢它在山的这边吃草 但是呢在山的另一边呢 它们都没有explore过 就是没有挖掘过 那边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结果有一只 这牛群中有一只比较 喜欢探索的这个牛呢 叫永世牛 然后呢 他就说我想去那边山的那头看看 有什么更好吃的东西 可以告诉大家 结果呢 他就非常勇猛地冲过去了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 他回来了 然后其他的牛呢就跟他说 嗯那边有什么好吃吗 那边草好不好吃呢 他就说草没味 然后呢所有的牛就开始兴奋了 他们就觉得那边应该会有草没味的草 所以呢他们就奔去那一头 结果呢他发现 根本那个草就没味道 是很生气的 他就跑回来就跟这个猛牛 跟这头牛说 跟这头猛牛说 你不是说这变成草 是草没味的吗 结果这头牛很不耐地说 对啊我说的是草没味 草没味啊 哈哈哈哈 什么好笑 我都快笑死了 你为什么不笑呢 所以呢 奔死的其实就是烤面包 就是正常的一块这样的方形面包 然后经过机器的烘烤之后呢 就变成这种硬的松脆的 这样子的一种硬面包 其实就是口感上跟正常面包不一样而已 你可以占着其他一起吃 这样的话比较有嚼的那种感觉 就嚼起来比较有个嚼头 然后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发型变了之后 是不是形象整个就变得很邪惑了呢 夏天也到了嘛是吧 然后SAR想换一个清凉奶的装服 然后跟大家就是享受一下各种食物 大家肯定都觉得 为什么SAR最近总是不停地给大家介绍吃的东西 其实主要是因为了最近我们学校里面的exam period 就考试了 然后就压力挺大的 然后上节目之前呢总是想去吃 所以呢就总是怂恿导演的带着我去各种奇怪的地方 然后点这种很简单的东西 其实我呢比较容易满足 但是呢我又爱吃 对不对 所以说嘛 如果说 大家想听到更多比较 就是跟吃 除了吃之外的一些词的介绍 或者说是习俗的話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在冰冰冰冰就想告诉SAR 其实呢SAR最近在论坛上已经现身了 如果大家有经常关注的话 可以跟我呃留言 或者叫我跟好友之类的 呃 就是那个我爱SAR还是SAR爱我 还是SAR不爱我 不好意思啊 对 就是我们多伦多的那个疯狂骑士 因为经常会在马路上听到这种声音 然后他们就是想炫耀一下炫酷 而且有时候还挺有个性的 但是有时候就比较吵 对刚刚说了啥呢 就是大家多爱关注的是星座板呗 还有那个三分热度板块 我比较喜欢大家灌水 然后大家可以肆意开帖各种聊 然后我都看着呢 我挺喜欢看大家用我的那个头像做的 我挺喜欢大家用我的视频结束做头像 谢谢各位 对了还要请大家一点哦 最近就是报税的最佳时机 报税旺季 就是说4月30号之前呢 加拿大政府所有的公民 还有PR就是Permanent Residents 都要参与报税 就是说将自己的学费啊 各种part time job income 之类的那种收入能够报税 然后之内之后呢 可以在这一年之内 可以得到加过政府的一些减税 或者退税 留学生其实也可以 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没有报税的话 赶快去啊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有收入的话呢 就别忘了要报税哦 千万要作为有责任的人哦 不要偷税漏税逃税 该税还得税 别忘了抱着税 这样比较温暖的是吗 这只有今天三分热度 刘海跟你说再见 拜拜 所以今天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是 大家想要三年以后讲一个什么样子呢 请留人在BBS告诉他好吗 谢谢拜拜 先漏了一点就是告诉他怎么吃豆子 其实豆子它本来是个完整的一块面包 但是呢 在制作的时候呢 厨师呢把它 非常精心的从中间这一道画了一个口子 然后慢慢的把它给分开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可以再享用它的一半和一半的这样享用 然后下面擦上一些酱啊什么的 比如说草莓酱 这回来我们来试试花生酱吧 那不同的人呢不同的口味 中口味的人可能会喜欢用花生酱蘸着吃 但是呢刚才三尔已经尝过Strawberry了 其实三尔其实也是中口味啦 也想说尝一尝花生酱也不妨嘛 对吧 主要是Strawberry用完了 嗯 瞧 是屎黄色的 看了没有 这屎黄色的这个Pinat Butter 嗯 其实也不错的啦 挺有那种粘稠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 应该也挺好吃的 吃一口 面包方面呢 我喜欢吃全麦的whole wheat 因为那样比较有助消化 然后如果肠胃不是很好的人呢 然后吃这个whole wheat的话呢 比较能够帮助他们缓解一些症状